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大自主行动联盟筹备会将在本月21日上午9点半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游行抗议政治历届入大学校长领选。 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对此表示,这招和八百状是太像,对台大形象不好吧。 台大校长领选会1月5日选出中央研究院是广中敏维新校长,原预计在本月1日就职,目前教育部人未批准他的就职令,引发台大自主行动联盟筹备会不满。 扬言2月21日要向总统拜年,但台大教授纯粹联金13日在脸书上,认为此事应回到校园自治,透过临时校务会议解决,号召民众向总统施压恐有不妥之处。 中央社报道,台大自主行动联盟筹备会今日指出,抗议政治力介入台大,坚守大学自主联署书,以及给教育部长、行政院长与总统,上头有逾40名中研院院士,400名教授与4000名台大人士参与,却没有得到回应,因此将在本月21日号召民众一同游行。